你不认识 难道这食物中毒跟饮料有关系 不会啊 这么大的厂家不会有问题 这包装也不像假的 这保质期也没过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 怎么这儿 怎么 怎么这里面还有蜂蜜成分 蜂蜜 欧大 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出哪儿了 就 我小时候 在老家 完了我奶奶跟我说过 吃了韭菜之后喝蜂蜜 准重毒 腹歇不止 那个胖子 上网去查查 去领想 好好好 那天不就是嘛 咱俩搁这儿吃酒袋盒子 完了又咔咔喝这个 我跟你说啊 就我这脑子嘎嘎好使 咱文韬五略 就你说完之后 咔我就想起来这怎么回事 好了好了 别吹牛了 你赶快去查查 那个大姑娘住在哪儿 去去 好嘞 先生 您好 先生 您好 您好 我想定一个包件 请问一下你们一共有几位 大概五六位吧 留一间大点的包件 行 那麻烦您留一下电话 好的 您好 我问一下 那个八方在哪儿啊 这边 谢谢啊 慢走啊 明天开会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 金总 金总 叫班了 上一天班辛苦了 你来干吗呀 也没什么事 就上回给您打电话说 我有个朋友开了个夜总会 想邀请您去坐坐 你也没事先约我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太鲁莽了 但择日不如壮日啊 如果您没要紧的事 我们就过去吧 我已经订好了一个包厢了 如果没有别的安排 您就过去吧 他们也过去 轻松轻松 我好感谢这些日子 你对我的照顾和关心哪 我照顾过你吗 当然 当然 当然了 今天忙一天了 我有点累 得回去休息了 等等 等等 金总 到那儿休息也是一样嘛 唱唱歌嘛 轻松轻松 我也不喜欢唱歌 不喜欢唱歌 听别人唱歌也可以休息吧 后面各位兄弟也一起过去吧 好不好 来来来 一起来吧 我请客 好好好 来来来 好好上车吧 那后面的兄弟呢 就上我的车吧 上车 谁啊 谁啊 来了 别敲啦 来了 干 干嘛 你们干嘛 你 你不是那个说魏弘的事 就是你的事的那个家伙吗 是 干嘛 送补偿筋啊 还猜到了 对 我给你送补偿筋呢 那快点 拿过来 在给你补偿筋之前 我跟你说件事啊 什么事 那个 你之所以食物中毒 我已经查清楚了 是因为那个 蜂蜜饮料 跟韭菜盒子食物相克 所造成的 它跟魏弘的那个 摊卫食品安全卫生啊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不管怎么样 我是在他那儿中的毒 他就得管 就得负责吧 负责负责 一定要负责到底啊 不负责算什么 是不是 等等 在给你补偿筋之前 你必须保证 跟我跑一趟卫生局 跟工商局 怎么样 行行行 急什么呀 卫弘啊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好消息 好消息 食物中毒的事 我已经查清楚了 真的 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 不是你那个 韭菜盒子的问题 是那个韭菜 跟那个琉璃里卖的 饮料里面的蜂蜜 两种食物相克啊 吃了人一定会拉肚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太好了 那咱们是不是赶紧去卫生局 把这事跟人说明白 不不不 我都已经去过了 去过了 那个工商局跟卫生局说 你马上就可以回府营业了 太好了 大致 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 谢什么谢 谢 请我喝杯茶呗 成 那你坐着啊 我去烧水 去去去 大致 说得几点来啊 别急别急就快到了啊 我就说红姐是被冤枉的吧 这还用你说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啊 就是啊 红姐 红姐 食物中毒的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 没事儿 不对 红姐 你有事儿瞒着我 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真没事儿啊 大致哥 受中毒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饮料里的蜂蜜 和韭菜盒子里的韭菜 两个食物相克 叶老师跟那个民工 都是同时吃了韭菜盒子 又喝了饮料 才会腹泻 拉肚子 跟食品卫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原来是我惹的祸呀 红姐 红姐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你又不知道那个蜂蜜 跟韭菜能相克 跟你没关系 红姐 要么这么着吧 那医药费多少钱 我跟你一起承担 你承担什么呀 这孩子 我跟你讲啊 你要再这样的话 你可不拿我当姐了 那行 红姐 我下次再也不跟你做麻烦了 行行行 没事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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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红啊 你的事情调查清楚了 你的摊位没有违反 食品卫生规定 食物中毒的事跟你没关系 这是你的营业执照 我卫生许可证 谢谢 谢谢啊 卫红啊 你可以继续营业了 谢谢 你们俩去把那个封条撕了 太好了 又可以继续营业了 不能营业了 这不是没事吧 太好了 卫红 算你运气好 不知道今后 你有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来来来 各位兄弟啊 玩得开心 玩得尽静 来来来来 都吃了不 来来来来 吃了喝 吃了喝 老板 玩彩的 玩彩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金董 我敬你 我还是喝茶喝茶 不喝酒 您既然来了 就尽量玩嘛 玩得开心一点再回去 好不好 好好好 好 来来来来 喝 来来来 好 好 好 唱歌吧 我不喜欢唱歌 不可能的吧 要唱老歌吗 我帮你点 我真不唱 你们唱吧 好 那我陪他们了 好 好 你找我有事啊 有急事是吧 好好好 好好好 我马上就过去 你放心 稍微等我一会儿 马上到 好好好 就这样啊 金董 您上哪儿去啊 我呀 有一客户 紧急要见了 我呢先走一步 好不容易约上你 好好玩玩嘛 待会儿再走吧 真的不行 我真得先走 让他们陪着你啊 你们陪好了李总啊 好嘞 就这样啊 金董 你放心 生意上的事 我会想着的 以后啊 要是有合作的机会 我会考虑他 谢谢金董 谢谢 那我送你 不用送 就这样 金董 我送你吧 不用送 你们玩好就行了 就这样 好 金董 再见 慢走啊 好 好 进来 方老板 你来干吗呀 想跟你说一声 我那个摊位呀 现在又可以营业了 而且 卫生局的人 已经调查过了 我的摊位 完全没有卫生安全问题 那我是要跟你道喜吗 道喜我可受不起 那你找我什么意思啊 我一直想问问您 我跟您远日无怨 近日无仇的 您干吗 老跟我过不去啊 跟你过不去 我有吗 没有就好 我就是希望您以后啊 别老在我这么一个 小伤犯的身上 煞费苦心了 对您也没有什么好处 好 那好啊 那我倒想看看 想见识见识 方老板 我卫红这么多年 一个人在城里带着孩子 不容易 什么人我都见过 什么事呢 我也遇过 如果 有人想把我逼得 无路可走的话 我也会让他的路不好走 卫红 卫红 干活儿去了 竟然跟我叫羞 没事 不能 你怎么可能 很ico 没事吧 老板打扰一下 这是您的小米粥 这是您的 敛开 这是您的小米粥 我先去 这是那个勺子 谢谢啊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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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不出来 太可惜了 这边是不错 这边是不错 老婆 宝贝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老公 你回来了 老公 你干吗去了呀 怎么那么大酒味 那么晚才回来 几点了都 做生意哪能急嘛 你去做生意了 做什么生意啊 谈得顺利吗 你少安无躁 我跟你说啊 今天金光玉点头了 有业务啊 要给我们做 真的吗 什么业务啊 实际什么业务 他是没说了 不过总之他打了保票 那还不是张空头支票啊 别说这空头支票啊 这是关键性的一步 你想想看吧 在KTV里头 一个大老板唱歌喝酒的 哪能正儿八经地 坐下来跟你谈项目啊 不过这门开了以后 我们的胜算就大了 也挺有道理的 老公你变聪明了呀 做得好 都是老婆你高瞻援竹啊 不过下这步棋啊 得出点血 出血 要出谁的血啊 交集应酬嘛 你知道我今天花多少钱 多少钱 五千多呢 还好我带着卡呢 要不然就求大了 五千多这么多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 那可不 这种神仙不好伺候啊 你知道吗 当那面点酒啊 不用他说 我都挑最好的酒点 既然要招待 就得招待好吗 也是对啊 没想到金光玉 这老家伙这么难伺候 不过老公 我听说明天明亮建筑集团 有一个新的标要投 如果说金光玉 能把这个项目给我们 这点酒钱小意思到时候翻倍 给他赚回来 对对对 你说得没错 但谋是咱人城市在天嘛 我 我这个路已经开好了 究竟成不成再说啊 看着办吧 不过老婆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我没钱 我不好办事嘛 这样吧 明天给你卡上 再打一万 让你招待用呗 这是个大工程 你们各部门啊 一定要注意 还有呢 关于这个建筑材料的问题呢 目前有几个公司作为备选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钟祥公司就不错 你们看他 钟祥公司 李静祥那公司啊 对啊 我怎么觉得他们家一般啊 这论实力论规模论信誉 那其他几家可都比他家强 干嘛非得用他呀 你们觉着呢 是 像太邦 仲华 都是我们一直合作的 我觉得找他们有保障 毕竟都熟悉了 有问题呢 沟通起来都方便 我觉得太邦也挺好的 至少比个钟祥强 那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吧 董事长 我建议啊 在执行一些小项目的时候 可以尝试和这些新的公司 进行合作 这次这么大项目 还是要确保万一啊 那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了 我觉得要不就定了吧 那就遵你们的旨 还是太邦吧 散会 我觉得这靠谱啊 我觉得还是得找合作过的公司 喂 金总吗 我是娜娜 您会开完了吗 好 你是为项目的事吧 股东们刚开完会 对 她们都认为你们钟祥公司啊 不是合作这个项目 我们以后再合作吧 什么 喂 老婆 怎么了 怎么了 他不给我们这个项目了 把我们给耍了 这 行啊 金光玉这老狐狸 咱们俩花这么多钱伺候你 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 老婆 你别生气 那我现在出门去找一下其他的客户 看能不能争取其他的项目来做 你别急 我去去就回来 别急啊 李庆祥 你该不会又有什么画画肠子吧 妈 妈 你怎么才出来啊 我都等你半天了 公司有点事 中午吃什么了 盒饭呗 盒饭 不是给你零花钱了吗 怎么吃盒饭 谁叫你把我哥哥赶出家去了 他现在没钱又没人给他做饭 所以我就叫外卖了 亮亮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别没事往你哥那儿跑 再说了你哥要走是他自己走的 跟我没关系 真是的少胡说八道 行了行了 中午没吃好妈妈带你吃大餐 妈 我现在都已经是男子汉了 这疗苦我还是可以吃的 我儿子什么时候长大了 这大餐不用你请了 我哥说了 等他的案子办完了 他自然会请我吃大餐的 你哥 他办什么案子 我哥说 说我爸给他的全权负责的项目 是他第一个做的设计 他说这个设计一定要做好 我哥说了 等这个样板间盖好了 他自然会请我吃饭的 好 卫红 你来干吗 你跟何娜娜 你看你们干的好事 还想把任叶老师调走 我告诉你 现在叶老师在那个学校待得好着呢 没那么容易让你们给害了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谈这事 来 这钱给文娟呢 我不会要你一分钱的 文娟动手术得花那么多钱 这卖韭菜盒子得挣到什么时候 用不着你管行不行啊 文娟有我这妈呢 你别猫哭耗子假装慈悲了 你说的什么话呀 文娟也是我女儿 我做父亲的拿钱给女儿治病 这天经地义嘛 你要是想对文娟好的话 你就到医院去好好看看她 照顾照顾她 这些是你的吗 我都怀疑 当然是我的 就凭我李庆祥 这点钱我还是拿得出来 拿着吧 说了不要 卫红 别这么耗面子在这场囊了吧 你要真不缺钱的话 你会让浩华去打工挣钱吗 太伤害他了吧 我说你能不能别翻旧账啊 多久以前的事了 赶紧走吧 这忙着呢 什么叫舅长啊 就几天前在叶总会 李庆祥 原来你就是这么拿我的钱应酬的呀 娜娜 你 你来干什么 我能不来吗 我不来我不知道要被你骗到什么时候啊 我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 你倒好 拿着我的钱养活你前妻还有女儿 你还是人吗你 这是我的私房钱 你还能有私房钱 你要不要脸啊 你不把我的钱败完了就得了 你还能有私房钱 你是男人吗 我还等着你应酬 我还等着你拉生意 你别动手行不行 行了 要少出去炒去 想赶我走啊 没这么容易 魏弘 把钱给我交出来 这是我的钱 我不是搞慈善的 拿来 我没拿你的钱 我就知道拿了这钱不得安胜 钱还在这儿呢 算你还有点骨气 不过我可告诉你 别以为你没拿这钱 就是高风亮节了 钱本来就是我的 这是你应该做的 好了 你少说两句吧 心疼了你 轮得上你心疼吗 老公 现在人家可是 两个未婚夫男人帮着呢 不过今天你的男人不在 所以我不怕你 你闭嘴 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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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没事吧 告诉你 别欺人太甚 又亮亮 你怎么来这儿 又你管 老乌婆 亮亮 阿姨跟你说啊 小孩呢要讲礼貌 要不然的话 大人就不喜欢你了 你还有资格跟我谈讲礼貌 跟你们家静静说吧 他才不讲礼貌呢 喂 金亮 你说什么呢 老公 你干什么呀 小孩说话有口无心的 你说他干什么 没事没事 那阿姨先走了啊 下回见啊 京亮 谢谢你啊 哎呀 别理那坏女人 跟他们家仅仅一个德行 阿姨 那坏女人 要是再来这儿捣乱 您就给我打电话 看我怎么收拾他 他想让我爸分些生意给他呢 他们都不敢惹我 没事的 阿姨今天谢谢你了 那个 你坐着吧 坐吧 坐吧 妈 他们来干什么来了 你爸送了点钱来 我没要 那个贺娜娜 就跟踪到这儿来了吗 她就在这儿假装好人呢 妈 她没说别的吧 没有 怎么了 没了 您好 您现在需要点餐吗 客人还没到呢 晚一点吧 好 那您先用茶 您好 您请 不好意思呀 方老板 久等了 坐吧 方老板 您今天找我来 是有什么吩咐吗 我还有个事 想让你帮我办一下 事成之后 我会跟光玉多说好话 多给你们几个大项目 怎么样 大项目 好 冯老板 您真是个大好人 有什么吩咐 您尽管跟我说 我好好给您去办 就是 卫红这一次 对 是吗 是吗 我 是吗 伟侯啊 这么早 你出去啊 出去 你跑不去啊 还是去坝头那边 你没听说呀 昨天出大事了 怎么了 昨天早起啊 一个年轻的姑娘下夜班 完了包被人给抢了 是吗 是啊 所以我劝你啊 还是别到那边去了 等坏人抓着了 你再往那边走 注意安全啊 没事 我这又没帽又没钱的 那坏人不找我这样的 那边人少 空气好 我还是上那边吧 成 没事 那我走了啊 好 那个卫弘啊 你自己要小心点 注意安全啊 行 谢谢你啊 mysteryям Rocky 快点 别那么耗面子 不要丑头了吧 你要真不缺钱的话 你会让浩华去打工挣钱吗 对不起啊 现在还没 妈 妈 一大早出来 你就上这儿打工来啊 我 老板 你好 什么事啊 您是这儿 老板 是啊 用这么小的孩子便宜是吧 您掉钱眼里了 您不知道用童工违法啊 你谁啊 这是 我妈 你怎么回事啊 上次你老师来闹 后来那个欧大智又来闹 你现在又把你妈弄来了 你想干吗呀 老板 不是我说你 你就不应该用这么小的孩子 你以为我愿意用他呀 要不是欧大智让我留下他 我才不会用他呢 欧大智让你来的 不好意思啊 老板 从今天起 这个孩子不在这儿干了 回家 回家 妈 走 妈 妈 你去哪儿啊 我找欧大智算账 妈 别去找大智叔 妈 妈 妈 那跟大智叔没什么关系 你别找他了 妈 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呢你 我跟你说的话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你耳朵长茧子了 我这一天到晚 夜市医院两边跑 本来我就忙不过来 我这还要操你的心 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听呢 你能不能做个听话的孩子呀 妈 我就是想 你想什么呀 想 我知道你想什么 你不就是想现在家里求 我没钱吗 文娟做手术需要钱 你想打工赚点钱 帮忙家里 用得着你操心吗 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些事不用你操心 有妈呢 你说你挣那点钱有什么用 顶什么用 妈 那你卖韭菜盒子 不也赚不了多少钱 你不也坚持出摊的吗 那能一样吗 我是你妈 这我挣钱养家糊口 那是我的责任 你的责任是什么呀 就是好好学习 只要你好好学习 我就烧高香了 一天到晚下操心 你说你怎么就不能听点话呢 这些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能不能听 妈 我这次一定听你的 但是你能不能不找大智输讯了 不行 必须找他说清楚 你不懂事 他不能不懂事 妈 妈 你别去了 妈 妈 妈 你别去了 妈 妈 谁呀 你不知道 欧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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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胡姐 胡姐 你还不起来 请给我开 妈 他们肯定还没开门呢 咱们赶紧走吧 不要 开门啊 卫红 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啊 欧大志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 怎么 你安的什么心啊 浩华这么想 你就让他去打工 同工啊 你干吗呀你 你觉得究竟我们特上瘾是吧 你以为你活不撒转世是吧 我告诉你 我真是看错你了 妈 你误会大志 书了 你闭嘴 不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 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来也不是想听你解释的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以后啊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 你的钱我也会尽快还给你的 妈 那是我求大志 帮我找老板求情的 跟大志 书就没有关系就 是 红姐 这事真不来欧的 我摸打真是一片好心啊 闭嘴 维红 你说得对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同意他去打工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收回 你刚才说的话 咱们怎么可能 没 没关系呢 是吧 以后你的忙 我还是得帮 必须帮 不用 那 那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再犯错误了 绝对不会 好吧 别生气了 好吗 回家 维红 妈 维红 你 殴大 这不胡闹吗 这什么脾气 殴大要我说 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快 不不不说话 没人拿你当家吧 我 我 我 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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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做的练习册 还剩几本给你吧 叶老师用不着了 他没时间做题 他打工还来不及呢 什么 你又去打工了 本事大着呢 背后 这样 让他去我那住吧 不用了 叶老师 就他这种人啊 不值得麻烦你 背后 他前些日子学习退步了 这跟打工有直接关系 让他住我那儿 我可以帮他补习补习 另外我看着他 哪儿也不准他去 还是算了吧 你那边又是门捐 还得开着夜市 哪儿忙得过来啊 就让他住我那儿吧 那就麻烦您啊 走吧 现在先跟我回屋 一会儿一块儿上学去 跟叶老师去吧 听话啊 昊华 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做事要有尺度 让你妈妈生气 不是你想看到的吧 不是 这就对了 现在你只有好好学习 才是汇报你妈妈的唯一方式 现在啊 你什么都别想了 就是一门心思 把学习成绩搞上去 我知道了 我以后就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学习上 得了 咱们叫叶靖一块上学去吧 叶靖 走吧 走 卫红 叶老师来了 忙着呢 那个浩华怎么样啊 你就放心吧 浩华夜静 在家做作业呢 不过这孩子啊 你可得盯紧了 他有时候吧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上次跟我说不去打工了 后来又去了 没问题 我把他所有的时间都控制住 他就没办法了 看来啊 我们这次采取的措施 还是有成效的 你先坐呢 我马上给你拿 好 二位的卤主 慢用啊 慢用啊 韩琴 韩琴 你听说了吗 昨天那歹徒到现在都没抓的呢 可不啊 街上都替这儿告示 通缉抓捕呢 抓到他 得判他个五年八年的 来 叶老师 好 给你筷子 来 谢谢啊 卫后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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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点事 这河堤上抢包那事 你听说了吗 知道 所以啊 河堤那地方 今后你千万不能再去了 人身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没事 这不公安局已经再通缉了吗 再说了 这歹徒这么傻啊 还在同一个地方犯案啊 没事的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毕竟让人担心嘛 捡脂肪肝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那哪有我这个办法好呀 又经济又实惠的 行 您行 您好 问一下 华北路怎么做 那个往前 那儿有一个标志 上去就是了 谢谢啊 嗯 卫皇 怎么了 阿智 怎么了 扭到了是吧 对 来来来 起来看看 走走看 走走看 有没有事 真紧疼的 我看真是扭到了 走 我送你上医院去 来 走 应该没事吧 你这儿就是肌肉拉伤了 没什么要紧的 回去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哦 好好好 大夫 谢谢啊 走走走 谢谢啊 谢谢 不客气 那个 浩华呢 在叶老师那儿 没事 叶老师看得紧着呢 好 那天 那天 我有点过分了 对不起 哎呀 没事 是我不应该 不应该答应浩华的事 一时糊涂 是我不对 大致 是 一大早的 你到堤坝那边干吗去啊 我 我出去办事 然后回家拿东西 经过那儿就碰到你了 瞧吧 你们家 你们家是在那个方向吗 我们家 不是 是是是 我昨天听到 听有人说那边出事了 所以我怕你早上去那边又碰到坏人 所以我就绕了一个路 就就碰到你了 瞧吧 来 慢点 文娟 你看谁来看你了 文娟 我到外面去啊 我到外面去啊 好 文娟 她怎么又来了 这妈的脚不小心给崴了 是大致叔叔把妈送到医院来的 是吗 这么巧被她看到了 对呀 她肯定是跟踪你的 无视献殷勤嘛 文娟 就是嘛 说不定你脚崴了 就是她捣的鬼呢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你别胡说啊 你小小年纪的 就把人往歪了想 这样可不好 欧大致就是个大坏蛋 行了你 我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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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文娟 大夫 怎么了 大致 帮我叫大夫 好好好 不行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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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娟 没事吧 文娟 没事吧 大夫 大夫 嗯 怎么样 情况不是很乐观 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 那怎么办呀 这样 我马上安排你做个体检 看看你的肝是否符合要求 好吧 好好好 谢谢您啊 谢谢 抱歉 抱歉 让文娟动了气 又给你添麻烦了 你看你说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老天爷保佑 但愿我这次检查能够成功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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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